自然在身边旅游看气象 哇 终于要犯寒假了 你要打算要去哪里玩吗 嘿嘿嘿 我们家下礼拜要去武林农场露营呢 哇 好棒哦 可是昨天看气象报道 好像快要变天了耶 真的假的 我马上来查下礼拜的气象预报 降雨机率预报是根据各种气象资料 经分析研判与讨论后 预测出在某一地区及一定时段内降雨机会的百分数 与降雨时间长短或降雨强度降雨量大小等均无关 简单来说 降雨机率只是预测降雨的机会有多少 不保证百分之百 故即使降雨机率为零的日子 还是有可能下雨 真的耶 下雨好讨厌啊 看来我得回家问一下要不要延期了 唉 别抱怨了 昨天新闻才说 澳洲有热带气旋侵袭 灾情惨重 幸好台湾不会遇到热带气旋 热带气旋就是台风啊 只是不同地区的名称不同而已 台风与气旋都是低气压系统 地面附近的空气都是由外围往中心流动 中心区域的风雨很小 紧邻中心边缘的风速最强 越往外围风速越小 受到地球自转的影响 北半球近地面的气流是逆时中方向旋转 而南半球则是顺时中方向旋转 唉 武林农场到了 哇 外面好冷 怎么跟山下差这么多 外面只有摄氏五度哦 这是因为这里海拔约有2200公尺 我记得高度每上升1000公尺 气温就会下降6度左右呢 山上的环境跟平地差好多哦 老师也说过高山上的空气比较稀薄 要特别注意高山症 山上紫外线也比较强 你们两个也擦个防晒液吧 此时山下的温度大约是18度 高山上的空气和水气都比平地少 臭氧层位在20到25公里 也就是20,000到25,000公尺 中纬度地区的平流层 大约在离地表10到50公里的范围内 哇 今天虽然没出太阳 但云雾缭绕也好美啊 云和雾都是由小水滴所组成 肉眼是无法看见水蒸汽的 高度接近观察者的称为雾 出现在天空的则称为云 我们来跟山景拍一张吧 气象报道说 今晚冷风就会报道 明天起床景色可能就不一样了呢 耶 冷风过境 云量增多 降雨几率增加 随风面南下的大陆冷气团 会造成气温下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